中国好声音 他们有点不太会选歌 现在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 你要说这五位学员当中 谁在节目中唱的最多 那必须是贺三 在盲选的抢人大战中 贺三就进行过多次展示 他自弹自唱的原创歌曲 给观众留下很多印象 他说 陈文飞作品的难度 远不及第一眼美女的属性受欢迎 不管是颜值还是身材 姚小棠都是那种可以原地出道的标准 姚小棠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而且曾经出演过《红楼梦》和《隐秘直播》 说白了 姚小棠是非常值得力捧的一位选手 发展潜力非常大 从专业庭审的投票来看 姚小棠现在的实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最后再说一下选歌的问题 姚小棠属于汪峰战队 汪峰又是中国好声音多年的导师 所以这一点也是有保障的 汪峰给姚小棠选的太阳非常好 演唱难度并不是太高 而且观众还特别熟悉 按照这个思路往下走 汪峰在总决赛给姚小棠选的歌曲 应该也不会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